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27号星期日 对于所有吧 我觉得中国好像三体谜挺多的 很多人很喜欢看三体 刘思欣写的三体 刘思欣的书谜也挺多的 对于刘思欣的书谜来讲 我觉得有一个好消息 Netflix在9月初 就这个月月初的时候 宣布要把三体 还有三体2黑暗森林和三体3死沉冗生 三部曲都将改编成 电视剧 换消息 说是编剧是谁 就是权力的游戏的编剧 叫贝尼奥夫和韦斯 要他们改成剧集 全游到了最后这两季 就是说被全游的影迷所诟病 觉得受不了了 觉得这俩编剧是怎么写的 写不写成这样 说实话 全游前面几季还不错 但前面几季基本上 因为他老马丁 他前面那几部都写出来了 反正他写出来的拍都还行 他没写出来的 他可能跟编剧粉丝透露了一下 大概其发展的方向和什么 他们一起去伤妥 最后给了一个结尾 对于结尾影迷 基本上我看反正不说百分之百 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不买账的 说实际上我看得到了最后 我也觉得有点 就是说其实不太挨着 你知道吗 结果又是这两位来改编三体 把它改编成了电视剧 但是我觉得还好 就是什么 因为三体 他从头到尾都已经写完了 对不对 所以他俩基本上改编的话 还得尊重原始的小说 对吧 让他们自己去改编的空间不大 所以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他俩自己去写 是真的没有水平 也没有本事 如果他们有水平 有本事 他们就自己写自己的去 他们改编别人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三体应该不用太担心 因为本身他自己的都在这了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刘慈欣 刘慈欣将担任本片的制片的顾问 全游也是有马丁 也当制片顾问 然后对片子的整体的一个走向 会有自己的一个约束 就是说你不能太扯淡了 对不对 你不能离原住太远 那么刘慈欣在的话 我觉得监督一下两个编剧 虽然有的时候有点不太着调 但是应该还可以 而且我觉得Netflix真的是有钱 有钱有事 现在我觉得像刘慈欣 或者像全游这种剧 没有钱的话 你拍不出那种电影感来 我觉得Netflix绝对能把它拍成全游 全游我们看 它真的是当一个电影的那种规格在拍 我觉得三体如果有Netflix进来的话 也能把它拍成 我觉得最起码能够像全游那种级别的 那种巨质 我觉得对于三体迷来讲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你再好的食材 如果厨子不行的话 或者你最后如果火不行 你看就是说你像同样的菜 咱们自己家炒炒不出来 你的火就没有人在火旺 对不对 这个就真的是 我觉得食材也不错 火也到位了 编剧我觉得还能说得过去 也许不是说最好的选择 但是也就足够了 我觉得火厨子各方面都到位 其实是一个好事 我也很希望三体能够拍出来 虽然我之前当然老观众也知道 我刘慈欣就不是特别感冒 在一会咱们再说 好吧 现在不过怎么着 有五位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现在写的联名信公开抵制三体的作者刘慈欣 要求Netflix重新考虑 是不是还要改编刘慈欣的三体 把它改编成一个电视剧 参议员对刘慈欣 针对维吾尔人的中国新疆政策的表态 感到震惊 怎么回事 是这样 六月份的纽约客杂志采访刘慈欣 杂志也是反正就是诚心死坏 你想他一般采访 你就总想问点那种 就是说有争议性的话题 看看你怎么去表态 对吧 我记得莫言去领诺贝文献奖的时候 也是被记者提问了一些 然后莫言当时的回答也弄了很多 就是说中国的一些公知 就是说不是很满意 但是莫言当时的回答也是 我觉得让很多小粉红战狼们是很满意的 刘思新也是反正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他当时问他 就是说 问到了说新疆的维吾尔族 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的群体 他们的命运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刘思新的回答 说难道你宁愿他们去恐怖袭击火车站 或者在中国的学校里去砍死人吗 对不对 就是说中国现在不对他们这么办 怎么办 我不这么办 他就去火车站袭击去了 需要砍人去了 对不对 他说中国政府正在经济上来帮助 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 并且试图使他们摆脱贫穷 摆脱贫困 就是说在帮他们 这是刘思新的当时的回答 这个回答 对于中国政府 对于中国的战略小粉红来讲 是一百分的 绝对不但是及格 而且达到了一个 就是说我觉得相当高的水准 为中国新疆政策进行的辩护和肯定 当然美国参议员就觉得 这什么言论 这跟当年希特勒帮助犹太人一样 你还给希特勒帮忙 希特勒当年还觉得我们帮助了 我们对犹太人帮助很大 对不对 我们帮他们捷径他们的灵魂 是吧 反正不如怎么着 他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咱们也得承认 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处理穆斯林的问题上 还没有希特勒那么狠 的确还没有那么狠 但是这个东西是50步 你不能笑百步 对不对 就是说打仗 你跑了50步 别说你怎么这么多人一打仗 你跑了50步 然后你就说你笑伙别人 你看希特勒他跑了100步 对不对 他比我还怂 这样就没意思了 因为本质上其实还是 比较接近的 对不对 但是就没什么意思 好吧 不过怎么着 咱们看看Netflix说什么 Netflix声明 他说首先 我们Netflix 我们是不同意刘慈欣的观点的 但是我们三体 我们要开发的是一个电视剧 刘慈欣只是小说的作者 他不是三体电视剧的作者 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 然后Netflix官员说 说我们在中国也没有生意 我们没有收到中国政府的制约 我们跟中国政府一点生意都没有 没有往来 所以你不要认为 我们是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但是目前来讲 刘慈欣还是担任三体电视剧的改编的顾问 后面有没有可能改变 我就要看了 如果后面我觉得 因为现在就是说在抨击美国好莱坞 抨击美国的电视电影产业的这种声音 越来越多 我们也承认 就是说美国这些年 就是说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 做了很多的妥协 几乎没有任何批评中国的声音 完全都是赞扬 然后就为了把电视剧和电影 能卖到中国去 能多挣点钱 对吧 现在来讲 其实很多美国的这些电影人 导演都在反思 那方公园也在就是说嘲笑 美国的反正就各种 对整个美国好莱坞 就是一副 吃之以鼻嘲笑 你们这帮白左 批评美国的时候 不遗余力 批评美国 因为有人看 有白左支持 然后你们就不一定能挣钱 然后批评老贡 是不能挣钱的 你们就不批评了 那该使得跪田 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种压力之下 我觉得netflix最后有可能 就是说跟刘思新商量 就是说电视剧我们还要做 因为其实宣布了之后 投资就已经开始了 开始进入了制作 选角 花了很多钱 你让我们现在放弃的话 我们肯定就会赔不少钱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放弃的话 你暂时不能跟这个项目 再有什么瓜葛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能不能 你就别再担任改缘顾问了 或者担任什么制片顾问的 你就先别干了 你先回避 因为你惹了麻烦 对不对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刘思新就回避一下 该给你的钱 我给你 但是就是说 你再参与到团队里来 给我们来讲 无形当中的压力就很大 回避一下 我觉得最后 有可能达到这么一个结果 刘思新回避了 就给我退出团队 不就完了 你们搞得了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 彻底放弃的 可能性不大 因为真的已经 跟刘思新 相应的这些版权费用 都已经产生了 编剧那边的钱 也给了一部分 对吧 都开始做了 你完全放弃 不可能 好 然后咱们就说说 关于刘思新的观点 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来讲 我们不能一味的 就站在美国或者西方 这个方面 然后就去攻击刘思新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首先来讲 刘思新作为一个作者 他有他自己的这种基本人权 他有说言论自由 他可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 美国现在就对于像什么 支持希特勒 支持中国在新疆搞 在教育营 就觉得不可忍受 我觉得白左也是有点 反正就是说哲理不劳人 也有这个情况 关于刘思新 我说实话 想帮他稍微 就是说找一找 我觉得刘思新倒不是坏 我觉得只是蠢而已 但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说 能不能帮上 我是想帮他说句话 但是我不知道 这么帮完之后 刘思新或者他的粉丝 买账还是不买账 关于刘思新 我先往大的方向说 说实话 在目前 以中国目前的这种政治体制 这种舆论环境之下 就是以至于到了什么 我之前我在社区会员里 我发了一张截图 有一个人说 就说你能不能说说 在中国什么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怎么着 反正那人就说 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因为我如果说实话的话 我的账号就不保了 然后就这句话 最后也被删除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中国目前这种舆论的环境 这种政策体制 已经到了一个 就是说匪夷所思的地步 对不对 就是说我哪怕 我跟朋友聊天 比如说你在微信上 你说我在美国留学 特别喜欢你看一个动画片 就是维尼熊 你看过吗 你这基本上就要够俏了 你这微信号比较悬 你知道吗 你只要带上维尼熊这仨字 你都要非常小心的去思索 你懂吗 所以在目前中国这种舆论审查 环境之下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 作为一个就是说 当然我不知道 刘思新是把自己怎么定位 是一个娱乐作家 还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如果作为一个娱乐作家 我写的就是哄小孩玩的 我写的就跟漫威的钢铁侠 绿巨人一样 或者我像武侠小说一样 对不对 我就是逗你们玩 哄你们开心 我挣钱就得了 或者我跟什么郭敬明一样 我写点什么风华学悦的 我写点什么乱里巴刀的 反正不知道郭敬明写的是什么 郭敬明写的 我也不知道 或者我抄点什么 别那么说 郭敬明不乐意 说这意思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来讲 目前来讲 任何一个 就是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严肃的作家的话 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被禁 没有被大量的删改才能够发表的话 我觉得你不配称自己为一个严肃的作家 你基本上就属于没说实话 你基本上就属于就是在歌功颂德而已 对吧 所以就说还是孔子说那句话 孔子的论语里面说 说国不道富且贵 迟也 以目前中国的现状 说的实在 你看看什么许章润 什么任志强 蔡霞 这些 是不是 你再看看刘思新 对吧 你看任志强 现在18年 我估计还不知道能不能出来 你再看刘思新 挣着盆满 钵满 吃香的 喝辣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让我把刘思新当一个严肃作家 我是很难 我是很难 对吧 我说实在 你不要作为一个严肃作家 你在微信上 你稍微严肃一点 你就搞笑了 你知道吧 所以 我对刘思新 我怎么说 我这么说 我也不想批评他 其实我是很想帮他说几句话 我特别不想去批评他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他有他发表他言论的自由 他想说什么 他说什么 前两天 我记得开了一个直播 有网友问我 就是说让我推荐一点书什么的 我就说看书 一定要看的那些没有用的书 就是说这个书拿来之后 你就觉得这本书 我看之后一点用他妈妈都没有 一定要看这种书 千万不要看那种有用的书 如果你要觉得我看这本书 我能学到点东西 这书就别看了 知道吗 有的网友不明白我说什么概念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你送你女朋友 你谈恋爱 送你女朋友 礼物 什么事都干不了 摆在桌子上就只是碍事 站一个地儿还碍事 这笔物你就送对了 你要去体会我这句话的意思 看书也是如此 这本书什么肉都干不了 一点东西都学不着 就看这书 就对了 好吧 你去理解 然后我这两天就看了一本 知道吗 不是看了一本 我听了一本 我之前直播里说 我现在老了 眼睛还好过敏 我懒得看 然后现在网络特别好 他有人的给你读 一字一句的读 读的百年孤独 我当时说的读了差不多20个小时 九个多小时 一个上 九个多小时 一个下 加在一起将近20个小时 他一字一字给你读 还挺不错 我拿1.5倍速 在听 听的还挺好 最近听了有小一半了 虽然就是说 因为我这听的 就今天听一下 明天听一点 其实我有时候得干什么 我那放着听 听的我特别乱 听的特别乱 然后他里边人名 还大量的在重复 雷米戴斯 他里边都有多少个雷米戴斯 还有什么和赛 阿尔卡利奥 也有一大堆 澳大利亚赛 有好几个 反正他们都是这名字 反复在使用 读的我迷迷糊糊的 但是觉得还不错 就这么竖影的听 挺好 说实话 比三体 招我喜欢 我以前是 我尝试过读一下三体 读不下去 后来就是说 听了听什么 就是说 不也有人那种快速读三体 两小时给你讲三体 后来我记得高尔松 不也讲过一阵三体 反正我看了看 我依然还是不喜欢 就是说没有 就是说当你了解了之后 你没有拿起来看一看 他这种欲望 这百年孤独 我就听他们就有一搭 无一搭 这么读着 我就觉得 特别有欲望 认真地去研究他去看看 他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不 当然了 你说 我把三体和百年孤独 一起比较 对刘思新本来就不公平 这个就比较残忍 你懂意思 加西亚马尔克斯 跟刘思新 都在一起比 他本身对刘思新 就有一点点 就是说要求过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我能够把他们 都在一起比 我觉得就是说 刘思新要明白 就是说 我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 我曾经对很多中国的作家 都寄予厚望 对于王硕 王硕现在就基本上 走路了一个歧途 走路了一个怪圈 你知道吗 走一个什么怪圈 就是普遍 你看跑点题 稍微跑点题 加债点私货 中国有很多导演 也这个问题 就是说 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进入一个怪圈 什么怪圈 就我一定要拍一作品 你知道吗 让我的同行们服了 你懂我意思吗 他不再想 他的作品 不再是给观众看的了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拍的作品 已经让万千观众 知道吗 膜拜于我的十六群下 当然 反正就这意思 对不对 当我年纪大了之后 我觉得得到观众的认可 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我要得到同行的认可 知道吧 就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什么 冯小刚 就特别明显 他拍的就是那种商业片 观众很喜欢 同行不买账 觉得你这不叫水平 我觉得是错了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周星驰 周星驰的电影 从来没有为同行拍过 从来都是为观众拍 但是最终不影响周星驰 自成一体 成为一个大家 甚至某种程度上 在电影方面 他成立了自己的一个门派 一个风格 另外一个就是谁 郭德纲 郭德纲也是 一上来的时候 说郭德纲什么四大俗 是吧 是说他四大俗 说郭德纲四大俗 说他向上没法听 低俗下流 郭德纲理你吗 不理你 接着走 到了最后自成一体 作为相上来讲 所以实在的 我觉得中国的京剧 就跟中国的相上一样 在等待像一个郭德纲这样的人 中国京剧 如果不能出一个郭德纲这样 中国京剧就亡了 就死了 郭德纲拯救了中国的相上 以至于郭德纲在很长一段时间 就连春晚也上不了 不被传统相上界所认可和尊重 但是郭德纲理你们了 屌都不屌 我他妈该干嘛 干嘛 这就对了 懂意思吗 坚持下去 不要理他们 他们更多的出于羡慕基督恨 你一旦被他们一带误入歧途 说我一定得说一作品 让你们孙子们服 让同行们服 冯小刚就有点 冯小刚到了后期 老想拍他们的文艺片 得了什么奖 让你们压服 知道吗 说爷我也能拍文艺片 你们以为怎么着 爷拍文艺片给你们看看 整个就误入歧途了 王硕也有一点这个意思 王硕我觉得到了后期 有点误入歧途了 就是你们不是 他们就觉得王硕 你写的那东西 都是夹枪带棒的 你知道吗 跟相上差不多 不入流 太通俗 知道吗 王硕到后来就有点 想给你们写一高身的 象牙白塔的 羊村白雪的出来 误入歧途了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 当然了 咱不往这边瞅 这加带一点私货 有点跑题了 我们接着回来说 说到加西亚 马尔克斯和刘思新 我说刘思新 就是说 我对刘思新 还是寄予厚望的 我希望他有一天 能够成为一个像 就是这种级别的一个作家 能够更加的成熟起来 我对王硕曾经 出了厚望 王硕现在误入歧途 我不知道当 他后来年纪大了 好不好一点 王硕还有一个问题 本来说绕回来 还是绕不回来 我最后再说一个 王硕一个什么问题 他年轻 经历过于旺盛 过于聪明 这个东西耽误了他 就是聪明 这个东西 不能过了 王硕就是过于聪明 太年轻了 太聪明了之后 他有的时候 他老是被那些花花草草 就吸引了 就忘了自己的方向在哪 所以我对王硕 我觉得也许 等他年龄再大一点 到了七八十岁了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了 重新开始反省自己 然后自己的经历 也没有那么旺盛 就比如说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色胜者骄 力胜者 未可与道也 就是说 长得好看的人 他太骄傲 特别骄傲 我好看 我漂亮 然后力胜者 就是说身体好的 特别兴奋 我怎么着 哪不服 就是力胜者愤 知道吗 未可与道 所以就要等到这头发花白了 年老色衰了 经历不那么旺盛了 这个人才真的懂了这个道 才重新回来 所以我觉得王硕 可能将来年纪大一点了 他经历反而不那么旺盛的时候 科尔蒙分力不那么多了 身上线素不老 那来了的时候 我觉得也许就可以 就可以卸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更喜欢的那种作品 不 当然咱们再说刘思心 我说刘思心 一个观点就是什么 我要说刘思心能不能借助 就这一次的事件 你不是说新疆人 这个中国治疑的好 刘思心 你要是真是一个严肃作家 我觉得你这样 你干脆你就走访新疆 走访这些再教育营 走访这些维吾尔族的这些人 你可以写一本书 写一篇小说 说说你心目中的再教育营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 当然了 你千万别误会 我不是说你写了这本书 然后你就可以得什么诺文学奖 得到的 不是的 你相信我 你这本书肯定写不完 我给你打包票 你肯定写不完 你把这句话给我记清楚了 就不行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你会得到历练 你会真正的开始了解 中国社会和体制 就好像当年有一些人 文山大地震之后 有一些人想要去了解文山大地震 到底死了多少人 最后你肯定调查不清楚 这让你放心好了 会有方方面面的人和势力 劝你干嘛 你说怎么了 好好日子不想过了 你研究这干嘛 对不对 刘思欣 你现在 既然你尝试着 想要了解维吾尔族人现状 想要尝试了解在教育人 就会有很多人好心的劝你 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犯傻呢 听了死动给你一瞎说 你手后入魔了 研究这东西 你想不开 你肯定写不完 你知道吗 你也肯定了解不了 但是没关系 我让你干这个干什么的 我不是让你把它写完了 我是让你真正的去了解中国 真正去了解你的民族 真正了解你的社会 一个作家 你不真的了解 你连你自己生活的国家 社会都不了解的话 你是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的 你相信我 你就这么尝试往下走一下 当你受到了那些压力 有了那些苦闷 有了那些不被理解 当你真的那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民都不理解 你的人民觉得你有病 那个时候你就成熟了 你就懂什么是人性了 刘慈欣 你现在把人性想的太简单 你看你的三体写的就是 你的人性就是一张标签 就你的人物 基本上拿出几个字 就是圣武表 扎的 你的角色上一贴 就是他了 坏蛋一贴 野心家一贴 基本上你这几个人物就定了 你反省反省 你像加夏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语的角色 有哪个是好贴标签的 都不好贴 人家的人物是立体的 最差比你 当然也不算是特别好 其实我对你这种南美作家 也一般 但是比你要立体 说实话 当然我觉得加夏马尔克斯写的不是最好的 还有比他好的 咱就说这意思 就是说你连这个级别都到不了 你懂我意思吧 你的人物太单薄了 都像一个纸片人一样 你知道吗 就跟什么木偶戏 就弄个小纸片人 在那儿弄个剪影 剪影戏 就弄个差不多 你人物没有一个是有学有肉 立体的 没有一个能够在真实生活里存在的 好吧 你对人性的这种理解 就是说太极端 太浅 不够复杂 你去尝试了解一下维吾尔族 你不是想替中国政府说话 你就这样 你就跟中国政府说 我就要写一篇小说 来支持中国政府的维吾尔族政策 你看中国政府能不能支持你 你看他们怎么跟你说 你去学习学习人性是什么 理解 等你成熟起来了 关于你的问题我们再谈 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跟你谈没有动 好吧 我其实真的是想帮你说两句话 但后来想想好像也没有 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好不好 能理解的就理解 我其实真的是为刘思琴好 我不是想在这批评他 或者打击他 我是真的希望他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当然能懂的就懂了 懂不了的 我也没办法 谁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好吧 反正我讲完了 这期讲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